这是我亲目已久的小燕姐 今天今天小燕姐让我特别的羞愧 因为我一直说我们的主持人不是用腰来主持的 我们不用减肥 他看到小燕姐我很惭愧 小燕姐你好棒啊 你保持的真的很棒 这个镜头下面看起来瘦一点 镜头上去还是胖一点 没有您敢把衣服扎在腰里 我都好几年都不敢扎在腰里了 对对对 我其实最早受您影响特别大的是 超级星期天的记者会 因为那个对我印象太深了 就是于重庆黄紫娇 您坐在中间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三个人 很难吧 很难很难 而且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节目的时候 就很喜欢您念信的那一段 每次有个小燕信箱 然后还喜欢您的笑 我记得有一次您调侃说 我的笑很恐怖吧 你们吃不着的笑就要听我的笑声 我在想这个人怎么敢这么大胆的去开自己的玩笑 因为那时候不太清楚您在台湾的地位啊 也不知道您六岁出道 因为我知道小燕姐在台湾是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说 是娱乐圈的一个活字点啊 那我最近觉得我好像已经快成为台湾景点 不是因为啊 前两天那个杭州堂的人来一来 就就就饱 后来我在想 其实很多人来大概都会 因为我也很想出出门 我真的台湾也有点古迹嘛 有点夜市啊 也有小燕姐 所以一会儿小燕姐要带我们去逛街 然后帮她去逛街 非常近距离台湾行之际 难得地逮到了张小燕 图子的反面也笑不了 你同不同这意思 咱们打板来 我变郭德纲了吗 早已见过大风大闹的她 讲到自己娱乐圈幕后推手这个身份时 便摇身变成严富姿目 现在还怕你怕怕怕 娇娇或者体学亮 尤其阿亮 我说阿亮 我们吃个饭吧要不要 他硬证旁边人说 我做错了 他每次就一过来 我又看到你啊再见 或者在网络上 他一看到我就说 我抓到你了 我跟你说我要干嘛干嘛 拜拜 他就下线了 有人用台湾景点来形容他 所以在这么多的工作里头 最难做却又不得不做的 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 因为我知道小燕姐 这个好像马上又要开一个新的节目 所以他们说 就您的助理也就跟我说 小燕姐其实虽然是很随意 但是觉得我要做节目了 我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所以又可以在这段时间 再控制体重啊什么的 其实我一直在觉得艺人啊 艺人有三项东西 其实是需要控制的 这个情绪需要控制 控制情绪不就太冷静了吗 不会 其实我觉得控制情绪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 比如说像尤其我们主持人 在外面很多事情很多好事情 但一进了摄影棚 我们是主人啊 主人脾气暴躁 这客人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刚刚是练完主持节目 对对对 我不能让人感觉出来 不能让人感觉 我觉得情绪需要控制的 外面可能一团乱 什么人没来唱了 什么人要来唱了 什么人要怎么样了 小燕大牌走了 翻脸了 你也遇到经常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进了摄影棚 这一切都 我要把现场的这个 把它整理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情绪是要控制 情绪要控制 那体重也是稍微要控制一点 需要吗 你自己对自己会有点信心 穿上衣服啦 或者是 或者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要穿个礼服啊 有的时候塞不进去 有的时候会影响情绪的 也会影响啊 会 我以为您百毒不清了 哎呀 很毒的 很多都会清的 对对对 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要控制 您是就是要做新节目了之前会密集型的减肥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一直让自己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完全不吃的话 就不够安慰 我觉得食物是一种安慰 对对 我常常讲我们工作完了回去 吃点东西看看 很好的节目啊 什么 这是一种很好的安慰 人生的意义 对 人生意义就在那吃一碗那个酸辣面 在叫我不吃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是受不了 刚才就是第二点啊 第三点您记得还有什么很重要呢 其实人生的意义没有事事如意的 也没有事事如意的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那个标准降低一点 欲望 欲望减低一点 欲望减低一点 一个人呢 这辈子呢就只 最重要能睡一张床嘛 对对 对不对 住家虽然你有好几栋房子 你今天晚上也只能住一栋房子 我只有两栋 说实话了 是不是 那有很多人治很多菜 那其实呢又要报岁又什么 其实呢 看人家要那一部大车 我没有 我很难够 其实这个 比不完了 你要把你的欲望降低一点 你的人生 其实就像做节目一样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报道 介绍你 讲你的时候 你觉得收视率 对你来讲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那我觉得其实 没有压力是假的 我们干这一行就等于像 像考卷一样的 明天就 就上课了 考卷就翻开来了 你90他60 就这样 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 我们要把这个 放压低一点 如果你把那个变得你全部的最最终的目的 你做什么都不快乐 我觉得这是慢慢的悟到 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多事很急嘛 然后也很费心 但是忽然有一天 我自己写了一篇博客 我叫用脖子以上思考 就是我尽量不让他走心 让他从这走 因为走心会很痛 走脖子以上就觉得好像还好 对 我不知道再过十年以后啊 像我们要 我们不要走哪去 走投皮 是 于目前 张晓燕总是笑得很放纵 她非常清楚 自己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 一直觉得主持人其实不是说 对 对 对 你 我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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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桌子只不过是两个人 我们实在找不来第三个 其实我觉得访问一个人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节目是两个人 三个人 我是所谓的leader主持人 其实我是丢球的人 我要造球给别人 就好像踢足球一样的 你不能自己入门的 你是传吗 我要传 说到哈林 其实我特别喜欢 我听说她做主持 也是你很鼓励她的 对对对 她以前一直不愿意 大概十几年前 她怎么都不肯 她讲话很好笑啊 可是 但是她那个时候 她是音乐才子啊 她不想 她说我不用 我待会变得凯欣啦 我变得丑心啦 我这样子人家会忘记我的音乐 我就劝她 我说其实艺人应该把自己 当做一个表演者 如果一个表演者 你看张学友也结婚 也演牙叉酥 人家照样歌唱的 好听的不得了 是你会不会做 如果你会做 甚至说一击呀 她就上来了 而且我觉得娇娇 那个时候 也给我印象挺深刻的 然后虽然个儿不高 总喜欢摆出一个特别高的姿势来啊 对对对对 对那个姿势一直没有变 对对对对 她跟我说从十几岁 十几岁 她是孤儿 您给收养的吗 江江沒有十几岁 她不是孤儿 她 但是她有 她有一点点凄凉 因为妈妈在她十一二岁的时候走了 那她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是从学校来参加我一个节目表演 就像我们甄选一样的 那选了一半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聪明 很喜欢这一个行业 我喜欢说 你做这个行业你要喜欢 那她做了以后 那突然有一天家里发生事情了 那她就说 我家里出了点事情了 我得搬出来住了 那我们就到她家 一看到她家里照片 衬衫都叠好了 可是从此家就没有了 好可怜 那这孩子我怎么办 拿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我怎么办呢 我家也有个小女孩 然后我怎么办呢 那就从公司旁边帮她租个房子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 变坏了怎么办 那我从来没做过经济这个事 可是就因为她们 我等于要找个人来照顾她们 我也是谢谢天保佑 她们没变坏 你懂不懂 就是我也不能盯着她们 那她们就是在我的公司 这样就慢慢成长成长 那我就像带一个 我又像严妇 又是慈母 我比较像严妇 又找她的时候 她都会说 再见 拜拜 真的 因为我们电台就在楼上 我的办公厅就在楼下 她每次就一过来 就哎 我有看到你啊 再见 或者在网路上 她一看到我就说 哎 我抓到你了 我跟你说我要干嘛干嘛 拜拜 她就下线了 是是 像不像调皮 怕怕怕怕 我觉得那个不是说害怕 我觉得是那个心理上 心理上我觉得说 如果我跟焦焦或者普玄亮 尤其阿亮 我说阿亮 我们吃个饭吧 要不要 她一定跟旁边人说 我做错了 我在想啊 就是说 我身边那么多人 包括昨天是黄紫娇 然后像梅林老师啊 像刚才的桃子 我觉得每个人提起您来啊 包括像我们的同事珍妮 他们都说您 跟他们的关系 有的时候就是 跟妈妈一样 甚至比妈妈妈还轻 我真的很 我不晓得他们要讲什么 我一直在挑战 他们是不是要跟您借钱呢 不会不会 他们现在 我觉得他们跟我有一种非常 我觉得孩子啊 可能自己的孩子啊 这个不容易交 但别人的孩子 可能他们跟他们自己的妈妈 可能会冲 但是他跟我呢 有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讲话 因为我会告诉他们 哪一条路可以走 那他们也不觉得跟我讲话 我一定会说no 我会想出一个方法来 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距离 我觉得他们很好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我绝不去管他们 要失效 那他们呢 情绪很低的时候 那我就抱过来 然后告诉他们 其实还有别的条路 但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就您做了那么多的事 电视台的节目 然后可以提携那么多新人 包括像陶瓷 我知道都跟你其实是没有约在 没有约在 但是所有人都以为是你 因为你是我家的艺人 我才有可能帮你吗 我不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有才华的 就应该帮他一下 因为有很多小孩有才华 但是有些人看不到 就是说你刚盖陶瓷 陶瓷是非常幽默 但在下面很好笑 精力无穷 但是不漂亮 但是呢 你现在你会觉得陶瓷好 那么不安 它已经是一个型了 你不再在意它的漂亮 跟不漂亮 对不对 那变成了一个谈子 其实人们都不在乎 人们还要拿出来说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做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行业 那我也喜欢在这个行业里头 有才华的人 喜欢有才华的人 而张小燕本身 就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女性 推新人 主持节目 担任电视台总监 唱片与经纪公司老板 等多种职务 她从来就是一个全才艺人 纵横演艺圈近半个世纪 张小燕的地位 用资深两字 已然不足以形容 以网络游戏 玩家之间的术语来说 几乎是骨灰级的了 张小燕曾说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成名的 15分钟的机会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 给别人创造那15分钟的人 我是觉得那天梅林从您那儿走回来跟我聊您 她说你想不想当小燕姐 我都不想 可是我觉得我做不了 因为比如说原来觉得是学您做节目 可是这两年跟很多跟您合作的人聊 我觉得是在跟你学做人 因为演艺圈通常我都会觉得比较势力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会愤怒 平时很真心的帮大家 自己想搞个活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事 你都说我再也不管她了 我再也帮她们了 可是我觉得小燕姐 你一定在年轻的时候也碰到 那现在应该不敢了 不不不 在就是在现在如果我发现什么 其实有人不能来 我都会先说 她如果有什么困难就不要 可是我在今天碰到她了呢 如果别人告我了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 她如果愿意来 我要她来很开心的来 如果她不能开心的来 我又何必呢 如果她不开心来 没关系下一次嘛 下一次她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在跟众多后辈的互动上 学习怎么样跟新人相处 在跟主持工作的互动上 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脾气与内心相处 而不断在学习的她 是让她散发智慧 一直让许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幕后的张小燕操纵自己也操纵别人 主持中的张小燕释放自己也释放别人 电视圈中的张小燕则多了一份社会责任 在台湾综艺节目多样复杂的情况下 她一直保持着清新的特色 坚持着智 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节目 说什么话语也很清楚自己和观众要的是什么 小燕姐我这两天 包括在内地我们也看台湾的节目 我觉得这两年跟前几年有很大不一样 那时候看超级星期小燕有约 说实在我会觉得那个节目我能看完 我也很喜欢 现在我都看台湾的节目 我是觉得有一些节目 挺挺领复的 对 刚才陶子也讲的三个穿 本来人家卖内衣的 然后让人家穿比基尼坐在那推进来就要访问 我也看到很多节目 我们是会觉得是 其实她在挑战人性中 我觉得挺饿的一面 然后来满足收拾 因为我知道台湾跟内地很大不一样 像内地我们一个节目 我们对收入率可能有要求 但没有说要求到那样 那么令人窒息 那这个对于电视来讲 我不知道您啊 我们就会多分钟 有点更好 我已经有点了 我怎么不得了 我先坐在那边 我们就会有点好了 那我们就会有点好 所以我们可以不停地 其实是我们有点好 但是我会有点好 你会有点好 那我们就会有点好 二十四个人 你会有点好 我们就会有点好 我们就会有点好 我們在這裏有100多個台 兩個台吧 對 我們這裡有100多個台 它怎麼生成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要從 從 從小贊子來 它也太好了 對 沒有我不熱 好 其實我覺得這好像說相承 對 說到這兒 這一張我還最想聽 這是我覺得也有被傳染的 咱們打擺來 變郭德綱了嗎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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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唱歌啊 有拍照啊 我就在這這樣聽歌 就這樣聽歌 有一些盲人的歌手啊 或有些名歌 或有些老歌 他們就會在這唱 然後你就常常在這就享受這個台北的一種 其實 其實 禮拜六禮拜天 看到很多人接二人出來 我覺得正常人就這樣 只有禮拜六禮拜天可以出來玩 但可是這是小小的幸福 可是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幸福 哇 這樣的看 讓風吹好害羞喔 其實這個步道呢 其實可以走到101的 從101 它是有步道一直穿過紐約 穿過這邊 好棒喔 原來我 所以你到台灣來 你可以到101的二樓 然後就穿穿穿穿穿 一直可以穿到成品 我跟你講 這條路線旅遊公司 絕對不會給你提供的 對 我跟你講 你這裡頭經過了 101紐約紐約華納威秀 星光三越 然後一直到成品 對 這裡頭很多很多 其實都是最好看的東西 我跟你講 昨天我們在101門口半天都沒有照一張照 你看這個多好 好 我給小燕姐照一張 來 101 八樓的下面有很多的通餐可以買 怎麼講公的西 豆干了 你真是導遊啊 下次那個遊客來了 首先知道101到這兒的暗道 然後八樓下面的圖特場 對 圖特場 你要買什麼新類型的衣服 你下次告訴我 我就可以站住了 來台北前 就聽小燕姐的朋友說起 她是個地地道道的 形上購物達人 拿進衣服 驚嘆一看 就能說出 在台北的具體購物地點 所以今天我們一行人 在奔赴成品書店的途中 熱情的小燕姐 僅地主之一 大方的為艾美女士們 臨時做起了購物向導 充當起了大家的時尚指導專家 我後面還這樣的 對 所以這個 我帶你到這家店來 我還可以擋個小折 你趕快挑 還可以打折呢 小燕姐有折扣 趕緊多買幾件 剛才小燕姐多說了 逛街是一種健身方式 我終於給自己 找到了一個好的藉口 逛街 人家很喜歡當造型師吧 也不是 我覺得這個適合你看 穿得有點眼 大人幫大家想適合 一個男孩似的 很像男孩似的 到了一個 很美啊 你看 這個 這個 算了 請跟我來 請跟我來 我們應該拿個 這好好看 對 有些手廊 下雨了 好棒 天空 天空還真是不作美 本來陽光明明的下午 卻偏偏向起了 熙熙溺溺溺的小雨 不過 雖然發生了點小意外 但卻依然沒有破壞 我們所有人的好心情 小姐姐說 如果沒有我們在她頂著衝過去 衝啊 衝 衝 人家 人家髒髮來了 髒髮來了 就你來了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不知不覺中 我們大隊人馬 已經來到了台北 極具本土特色的文化景點 成品書店裡 在這裡 優雅且人性化的店裡陳設 豐富的圖書 與終日聊到的古典音樂 造就了成品書店 特殊的成品印象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晚上12點以後來 對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帥哥 坐在地板上 然後你在他背後看他 對 年輕人喜歡晚上來 還有很多人談戀愛的時候 背著父母 然後在談戀愛 在這約會 他們就說 幹嘛呢 說我在看書 其實是在約會 對 這是台北的故事 就是 很多 《桃子的我愛》 對 非常好看這本書 小燕姐 他這個 桃子好像還把他這個 錢拿出來圈住了 這個 對 對 他 他很有想法的一個女孩子 力量 對 我們有藝人 他說他一直想交一個 法國的男朋友 所以他就一直在 用秘密的力量想 他中 但也不見得會成功 在成品書店中翻看著各種書籍 人與書 人與人 置身店中時 忽然有一種看與被看的奇妙感覺 究竟身邊有多少事 多少人的生活 是我們不知道的 你和他和他 勾成了最忙碌的十字路口裡 最複雜的斑馬線 我聽說小燕姐 在家裡就特別喜歡看碟 對 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愛看碟跟電視跟電 因為有的電影 你有的時候來不及看 那你買來碟的時候 就可以在家裡看 在家裡看的時候 因為我有狗狗嘛 那就會打擾一下 但是還是可以繼續看下去 分享別的 然後哭的時候也會在家裡盡情打擾 女人走自己想走的路最美 做真實的自己最偉大 就像張小燕 她是個主持人 是個演藝圈的幕後推手 她是個對自己的職業 有道德 有要求 有原則 卻又不斷挑戰自己 超越自己的女人 聪明的你 或許在下一個街角 就會發現真實的自己 就會找到你所想要的 謝謝小燕姐 你真的是應該開旅遊公司了 對我這導遊還算不錯吧 非常好 你帶給我們的路 都是又趕上太陽又下雨的路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沿的所有的路 是小燕姐洗去化妝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我在這出現 非常休閒的 這就是她的人 一條路 小燕姐剛剛說的很好 就是她願意轉在那 看這個很真實的人 帶著孩子帶著自己的狗狗 對 然後很多人一邊看書 一邊談戀愛 多美妙的人生 在這裡我們其實代表所有的觀眾 希望小燕姐身體健康 然後做您自己覺得開心和舒服的事 北京見了 我們會回來看你的 好 再見 再見 謝謝 謝謝